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证探等级的推理能力 就连摆在店门口被报案检举的座椅 也索性连同单子搬进店里 当作另一道风景 谈端的创意思考不止这样 开店前大陆记者的工作 已做超过十年 2000年回台拍摄纪录片 三年后挑战书店创业 他选择聚焦 证探推理 我现在做的侦探书 跟我的专长会比较接近 其实就是人生 他里面想的各种人性的 灰暗的 扭曲的事情 其实更 从另外一个面向来讲 他也是一种人生的面向 社会的面向 没开过书店 一切都得从头摸索 听起来很冒险 但好朋友们的胆子比他更大 他们说 你缺钱吧 最近要开店 就主动拿钱给我 然后我就 有钱去租一个地方 然后装潢 那我说还不起 他们说算当投资 如果你做起来了 每个月还一点 做不起来就当我们投资 是有风险的 二手书 新书 不同流派 分门别类 侦探书屋里不只是卖书 还有侦探小物 白天是咖啡馆 晚上是小酒馆 坛端其实还有一个目标 我们现在有五个读书俱乐部 就教人家怎么去写 惊悚小说 推理小说 那这些主持人 都是台湾推理界的老手 我们不仅有一个这样的书店 有这样的布置 卖这样的主题 我们同时还可以让你去参与 先读书 然后再去学写作 原来我就是发了一个宏愿说 希望几年后 我们还真的創造出一个 跟真探书一起成长的 这样的惊悚小说家 或推理小说家 理想归理想 现实问题还是得面对 坦端坦言 扣除成本书店没有赚钱 节拍纪录片 是他养活自己 也回馈地方的唯一方式 我们开了店之后 当然要有一些实践 光说也没用 所以我们就去 因为我的专场就是写报导 然后拍片子 后来我想我对大道成 可以有这个贡献呢 我就拍大道成的片子 我记录大道成的 我在开店的时候 认识的朋友 或是各行各业 也许多数人会问值得吗 但坦端完成的梦想 其实是许多人的感梦不敢想 那是有一些推理作家 推理迷 他们都觉得说 坦端你把我们退休 想要干的事情都做了 那我说你们也可以来接棒 就是 侦探推理小书店 不一定都我当老板 也可以你干三年 他干三年 这条路才刚起步 但在坦端的心中 还有另一个梦 三年后46岁的他 要把书店交棒 背起背包去异地流浪 展开另一段冒险旅程 好像有那句话 就是说 只要你很努力很努力 老天都会帮你 对 我应该也算那种吧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试想一个书店里面 住店作家是 福尔摩斯勒卡雷 公布美信 克里斯蒂松本清章 这些史上超级厉害的侦探 以及创作他们的作家 这是全台湾第一家 也是唯一一家侦探书屋 店主人谭端 有时候也是一个侦探 今天很高兴邀请谭端 以及推理评论家东阳 一起来分享 侦探这个行业 东阳你好 各位你好 大家好 谭端你好 大家好 我们先来澄清一下 我们刚刚在新闻 最前面看到 那个人走进来 因为我自己是目击者 所以我觉得 非常难以置信 我那天在现场看到的是 有一个读者 走进了书店 然后你立刻就问他 好啦你自己讲一下 这实在是太特别了 这个绝对不是我安排的 对我那时候 第一个问题就是 谭端这个顾客 是你自己安排来的吗 因为我记者在现场 然后谭端就直接问他说 请问你是要来找 直接你就说中了 他真的要来的目的 我觉得 因为我以前是记者 所以记者非常重要的 一个能力就要观察 然后做记者 做了那么多年之后 你的观察力 其实比一般人 你是有不同的那种成长跟累积 是 那我的观察大概是 一个就是归纳法 一个就是演绎法 第一个你会在 事事物在发生的时候 你在寻找同样的一个规则 对 这个规律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你在找这些规律当中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那那个人走进来的时候 通常人走进来的时候 是什么眼神 我已经累积出来的 对 通常眼神就很茫然 不是什么书店 奇怪对不对 到处张望 对到处张望 但那个人一进来的时候 他就是他很专注在 很有目标的在找一个东西 那福尔摩斯看到华生的时候 就说你在阿富汗待过 你打过仗 对你打过仗 因为后来说 晒过黑黑的嘛 然后什么有点受伤啊 所以他就大概能够猜出来 对 我也是一样 我在店里面待了那么久 然后有一个人进来 他的眼神举止稍微有不一样 我就发现跟我前面建立的 相同的那个规律经验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发现 在这当中 也有像他一样的人 进来很专注找东西 他们都在找那个 所以我就可以猜出来 所以就在同与不同之间 不断地在判断 对 所以就其实是这么简单的 一件事情 好 所以我刚刚真的说 有时候谈端也是侦探 这真的没有唬烂 他那天在我面前 就小露一手 我就非常的惊讶 但是平常说是很糊涂的 应该讲说 硬汉派出现之后 其实他的侦探 跟以前那个福尔摩斯那种 不太一样 他是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人生问题 对 这个因为他的不完美 他的有阴暗面 所以他只得信赖 对不对 因为他把他最不完美的地方 都展现给你看 对 我们其实最害怕 就是那些完美的东西 是 完美的背面 你其实不知道是什么 对 那天在你们的书店里面 发现有好多厉害的东西 当然因为它是 类型文学的书店 我们都有侦探小说 这件事情一定也不稀奇 可是我在你的书店里面 看到了一些旧的 你收来的侦探小说 非常有故事性 你说那些日本的 对 后来我在收书的过程 就有一个老太太 就给我打电话说 你到我家来收吧 我就说你有多 他说有三四百本 我说是什么 他说是日文的文库本 然后我就跟他聊了一句 聊几句 他说我已经94岁了 我大概在80岁左右 开始迷上推理小说 日文的推理小说 那我一算他年纪 大概就去年的事情 是 95岁 所以他日本时代出生的年 那我就跟他再聊一下 能够读懂日文 而且还读得不错 他应该功课还不错 日文学习很好 一问原来是第三女中的 就景美女中毕业的 是 那个时候 第二女中跟第三女中 大概是女子学校里面 就是顶尖的 最好的学生 台湾人都去那边 然后 后来我去他家收书过来 他就是一个 日本老太太的样子 打扮得干干净净 严严整整 然后 你知道面化妆什么 就是一个日本人的样子 他说 我这个墙壁的东西 都肯定会 整墙整跪的推理小说 都是小本的 他大概就是80岁前后读 大概到读到15年左右 94 95岁的时候 他眼睛再也看不了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习惯戒掉 然后这些书 他也没用了 我收到的时候 这些书的时候 非常惊讶 因为他对书非常爱惜 所以每一本书 他自己都加了一个封套 纸封套 我觉得很感动 也跟台湾的阅读史 就是结合上了一个真正的 我亲身遭遇到的一个收书的故事 我那时候在坛端的书柜里面 看到这一大批书的时候 其实令我非常惊讶 也很感动 也有一些朋友 连名字我都记不得 很感动 就是他们很看到台湾 有这样的书店成立了 他们也非常兴奋 有些人都没有留下名字 就书就寄给我 或拿到店里给我 书框保存都非常好的 经典的 这些书 就送给我 我现在没有办法说出他们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谁 真的 有些是朋友的朋友 有些根本就宿妹 就拎了一袋书来 就送给我 说拿你拿 想了半天不知道给谁 就觉得给你们最好 对 我是在这边节目上 要感谢这些人 对 坦端开的是侦探书屋 东阳是专业的推理评论人 我们先来聊一下 两位最喜欢的 史上最喜欢的侦探小说人物 或者是作者好不好 我最喜欢的作家 应该算是劳人斯伯洛克 然后以及他笔下的侦探 马修什卡德 对 那这个作家 当然有另外一层关系是 过去工作的出版社 曾经邀请他来台湾过 对 所以那时候有跟他 他第一次来台湾 他前后来台湾大概两三次了 所以第一次来的时候 一来是他的书迷 二来又是他的责任编辑 第三个就是 他在台北台湾的一些行程 我也跟着跑 东阳上次来炫耀他跟 东野龟吾接触的经验 他这次要来炫耀那个 福洛克 对不起 我打断你 我下次还可以炫耀其他人 对 好 福洛克 所以福洛克小说 我觉得一开始 当我还不认识这个作家的时候 他的作品能够打动我的地方 在于里头角色的建立 跟这个角色 侦探故事 推移小说 以及纽约这个城市的关系的编解 我觉得那一部分是在看 推移小说的变化当中 到了近期的犯罪小说 这书写里头 福洛克算是带着一点 我们所谓的诗意 那种诗情画意的诗意 进到推移的世界里头 为什么 因为相对我们看到的这些故事 充满了血腥暴力 但其实他塑造了一个 他不是那种名侦探 所谓名侦探是福洛摩斯那种 聪明的脑袋 不是 你读久了以后 你会觉得跟这个侦探角色 是有感情的 他就是跟着纽约的呼吸 一起送到了你面前 是 而且这样子 他还是让我开始对纽约产生 我想要去一遭的那种心情 不是因为他时尚 而是因为里头的角色 跟这个侦探作家 那感觉我会觉得 在阅读的过程里头 侦探变成了我的朋友 直到后来作家来的时候 也真的成为了朋友 那样的一个 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 我是畅销作家 然后我是一个来台湾宣传而已 不是 像他来台湾 他我还曾经带他去哪里 带他去看槟榔西石 因为他就说 你台湾有什么特材 这个是你个人喜好 还是他想要看 他想要看 他想要看原因是因为 所以那时候去台南 然后沿路上 他看到说 为什么旁边有很多小摊子 然后里面女孩子穿得很清凉 他问说那是什么 那除此之外 他也喜欢集邮 所以我还带他去邮局 你看他作品的时候 虽然里头还是有命案 尤其他有一本书 叫八百万种死法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跟他的书名 因为他讲的八百万 不是一个虚的书子 他讲的就是纽约的总人口数 他故事里头隐身含义就是有多少人 那可能就有多少死法 可是他里面所书写的并不是一则一则把这个死法写出来 不是 而是他写到说这纽约的人当中 住在纽约的居民里头 他们不经意的或是刻意的制造或遇上了死亡 这样种种的 从退役小说的书写跟阅读 我过去的阅读经验来看 非常特别 然后非常有味道 这是我喜欢的侦探跟作家 好 我们听东阳炫耀完 他跟普洛克的友谊之后 所以谈端有没有特别喜欢 我也很喜欢八百万种死法 因为他有酗酒的问题 然后我自己也爱喝酒 然后也一直在戒酒 所以我看到斯卡德 那个戒酒的那个整个心理过程 我觉得他写得太棒了 就是我的感觉 一模一样 像我今天早上要来 我还喝了一口酒 你有克制自己一下 就是你会觉得 这口酒喝完我就要戒酒 完全就是斯卡德 那个我不知道他当年 这本书应该是一九七几年写的 八几年 一九八几年 对 那也许普洛克那时候自己在戒酒 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就写得这么 对一个酒鬼 他可能去采访了那个戒酒 所以我说一个作家实在太强了 应该讲说硬汉派出现之后 其实他的侦探跟以前那个福洛摩斯那种不太一样 他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问题 这个因为他的不完美 他的有阴暗面 所以他只得信赖 对不对 因为他把他最不完美的地方都展现给你看 我们其实最害怕就是那些完美的东西 是 完美的背面你其实不知道是什么 对 所以小心女生 是小心政客吧 对 好 然后我要说的是 我比较喜欢的是另外一个作家 亚洲的叫松本清章 他其实是一个日本战后的一个作家现象 大江建山朗曾经这样讲过一句话 说日本的战后的作家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因为战争的时候二十世界大战的时候 因为日本对亚洲很多的这些发动很多战争 所以亚洲国家甚至美国西方国家跟日本都有一种隔阂 所以战后作家其实他们有一个使命 就要去弥合这个当中的裂痕 那刚刚我们有讲过就是松本清章 他是在战后出现的 然后其实同时代出现了 还有司马辽太郎 三岐峰子 这些大咖那时候的这些 那这种类型作家司马辽太郎 或者是三岐峰子 他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在弥合 弥合这个社会自己的缺口 还有跟其他国家的缺口 松本清章是这样的就是 在昭和前期 也就是大概就是1926年 到1945年之间 因为整个日本是被军国主义所就附生了 对不对 虽然还是一个议会制度 但是其实把整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其实都已经人民都丧失 你也不能批评政府 但松本清章那个时代就美国有托管了 所以就开放了很多的 让人民可以去批判政府 有更多的参政的权利 所以你看他当时他他在42岁还是43岁之前 没有人听过松本清章这个人 然后他会像火山爆发一样 写了很多社会黑暗面的小说 把整个日本的制度 日本的竞争 然后高层的权贵 他们背后的一些阴谋 一些人格上的缺陷 还有在小人物在往上爬的过程 产生的邪念 OK 他觉得这些 都是他应该要去反映出来 所以他其实我说他在写推理小说 其实他其实我觉得他也是在 是一种控诉 所以控诉那个时代的不公平 而且他是有一种非常日本原始平民 可能在幕府时代那种平民的视角 在看这些事情 就是你们这些大人物 大将军 然后政治人物 甚至天皇 你们都假惺惺 其实你看我们这下面 有这么多黑暗的事情 以前都没人敢讲 所以其实他是在用 侦探小说 推理小说的方式 对推理小说 追求社会正义 其实台湾的社会 我们是一个缺乏 想象力的一个社会 你看我们以前 我们的重庆南路 还存在的时候 那些书店里面都卖什么书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 精神事件 精神面貌 就是教科书 实用的 考试的 升学的 所以松本清章 有一本写了 日本医疗的问题 对 叫坏家伙们 是 对 那时候日本 大概在50年代前后 他们就发生了一些 医疗上面的一个弊案 然后这件事情 启发了不仅是 松本清章 还有三奇风子 一系列的人物 三奇风子就写了 白色巨塔 白色巨塔 对 如果就是纵观 松本清章的一生 他给我的很大的启发是 他每天写很多很多字 据说他一天要写九千字的稿 而且那时候不是用打字 对 那时候是手写 对 他到八十一二岁的时候过世 他大概写了快要四十年 三十六年到四十年之前 具体的我不是记得很清楚 然后他写到最后就手都写坏掉 他写了十二万张稿子 十二万张稿子 然后当然有一些是没有统计出来的 据说他有出版了七百多本书 用他的名字写的 署名的文章有一千多篇 而且我讲说要input才有output 他积了四十几年的input 突然像火山爆发一样这样出来 这也是非常不简单的 对 而且松本清章他的作品改编成了非常多的影视作品 是到现在死了二十多年 每年还有三到五部的这种速度在改编他的作品 他其实是一个产业 松本清章是一个产业 我很想去更深入的了解整个日本小说家的作品 变成电影电视剧 甚至戏剧舞台剧 整个的过程 为什么可以这么的丰富 对对对 我觉得现在我们台湾是非常平面的 甚至破碎的 小说家写完了就是这样子 他不会被版权拿去卖给电影电视 大家都不改编 那当然作品本身不具备被改编的条件也是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 作者就没有这个意识 意识到说整个除了是一个出版产业之外 他可能还可以联合娱乐产业 然后甚至到现在的话就叫文创产业 其实可以的 我们刚刚在聊天的时候 刚好因为今天的时事台北大巨蛋成为了一个正义的焦点 市政府希望他如何 大巨蛋有他的说法 刚刚两位就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 是假使今天台北市政府的廉政委员会里面 有一位记者有心可以调查真相 然后把它发展成一个推理小说 说不定三年之后我们就会有白色巨蛋 很多日本的优秀的推理小说 通常有很多是这样子来的 他们在调查社会真相 就会发现人间真正发生的事情 有时候其实是超过小说的想象力 是是他反而更曲折 对更曲折 而且就是他可以有这样曲折的这样的经历 其实会启发很多小说家的更多的想象力 没错 那我有一个理论就是 其实台湾的社会 我们是一个缺乏想象力的一个社会 你看我以前我们的重庆南路 还存在的时候 那些书店里面都卖什么书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 精神面貌 就是教科书 实用的 考试的 升学的 因为你要经过这个制度 你才能掌握更多的power跟经济能力 但是没有人会透过想象力 而掌握这些东西 那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制食恶果 就是台湾的目前现状 就是你缺乏了这些想象力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再觉得 小巨蛋这个后面可能有更多更复杂的一些故事 你就不会想要去好奇去调查 是不是真的都没有想象力 所以真实跟想象之间相互作用的那个关系 在我们台湾是非常扁平的 就好像两件事是 有真实的就跟想象力是没有关的 有想象力跟这个是相互不连接 是 应该先把真实的真相调查 搞清楚 搞清楚 然后你会发现很有启发 是 所以这时候小说的创作 就可以出现 就可以出现 我觉得我们国家未来的这个政策 不管是在推动电影电视 其实在这方面 应该由国家来主导一些力量 推动一些人全面的学习人家发达 以开发国家怎么做这个娱乐产业 文创产业 而不是头痛依头 脚痛依脚的方式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有系统 而且成果会很好 你看韩国人 开发一下脑汁 你看韩国人如果他 他国家走对了正确的路 他大概十年左右 就会产生正向的效应 有目的性的栽培自己的人 去达成哪一件事情 从你自己的土地长出来 虽然我们不能像中国大陆一样 说国家搞一个作家协会 然后好像控制你的什么东西 但是其实可以鼓励 鼓励人们去学习 鼓励人们朝向那个 更多元的方向去发展 好我知道侦探书屋 一直开很多的课程 推理写作课 包括一起来读书会等等的 当然我非常非常期待 栽培出台湾自己的福尔摩斯 然后真的可以进去 廉政委员会 把这里面的官商勾结 多么的黑暗调查清楚 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一篇 非常非常棒的推理小说 来讲台湾自己本土 发生什么事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来跟我们分享 很精彩的侦探书 跟侦探小说 谢谢 谢谢 谢谢